那接下来是工商保险 那工商保险费的缴纳 要注意工商保险只是用人单位进行缴纳 个人是不需要缴纳的 那在第一条就可以考你判断题 或者是考你到单项选择题 下列哪些社会保险费是不需要个人缴纳的 就一个工商保险 那再来看清楚第二 可以考你多项选择题 是所有的单位 所有的单位都要依法给你的员工 享受来进行享受工商保险的待遇 甭管你单位是什么性质的 是企业事业单位 售货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还是基金会 对不对 任何的单位都要给你的员工依法上工商保险 那接下来 用人单位缴纳工商保险费 它的数额和本 视为本单位工资 职工工资总额 这是你的基数 再乘以单费 缴费率之基 那单位缴费率 题目当中会以以致条件给你 好 接下来是工商保险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 工商保险认定啊 就是工商认定啊 是必须要认定了工商 你认定了工商 就会享受工商保险待遇 如果你没有认定工商 那你享受的是医疗保险待遇 所以说你必须要进行工商认定才行 那在工商认定当中就作为我们工商保险的挺大的一个考点 为什么叫做挺大的一个考点呢 因为它分的非常细 它分为了应当认定 还是我们说仕同认定 还是不认定 那你考试的时候就要进行区分了呀 它就容易混到一起 让你进行区分 哪些是应当认定 那你仕同不认定就不能选啊 那要考你仕同认定 那你应当认定和不认定就不能选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区分 那在区分的时候 我又给大家一个方法 如果说应当认定为工商 那此时它和你的工作是直接关系 是由于你的工作原因直接导致的 那就应当认定为工商 那如果说仕同工商呢 那就不能叫做直接 而是由于工作间接导致的 那如果是不认定呢 你看故意犯罪 罪酒或者是吸毒 自缠或者是自杀 那是不是活该自早的呀 你活该自早 那能认定为工商吗 不能 所以说很好区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应当认定工商 它和你的工作原因 怎么叫做直接导致的呢 你看看 直接不直接 你都不用背 你看 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 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 直接吧 直接受到的一些事故伤害呀 这些都是由于工作原因 直接导致你受到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商 再来 工作时间前后 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 预备心 收为心的工作 受到的事故 这还是和你的工作 直接原因呀 那直接原因 应当认定为工商 好 再来 在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 因履行工作职责 你是履行工作职责 直接原因吧 你受到的暴力等意外伤害 那此时 叫做应当认定为工商 那还有一种情形呢 你要非要去看看 什么叫做 不是因为工作职责 受到的伤害 暴力伤害呢 你比如说 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 因为 你欠别人赌债 对吧 人家那个债主呢 早上门来 把你暴揍了一顿 那你能认定为工商吗 不能 对不对 看清楚 好 接下来是患职业病 患职业病啊 这个职业病 当然是应当认定为工商 好 那我们教材也没有 给大家进行展开 哪些应该是属于职业病 哪些不属于 没有展开说 那所以说啊 就考你原文 职业病应当认定为工商 那接下来是 因工外出期间 因工 因为工作的原因 导致你外出 由于工作的原因 受到伤害 或者是发生事故 下落不明 对吧 你看 因为工作外出 由于工作原因 这些都是和工作 直接关系 直接关系 应当认定为工商 好 再来 第六 第六 是常考 也是很多考生 经常问的 在上下班途中 上班下班 上班下班 到底应当不应当 认定为工商呢 好 你要看清楚了 到底是谁的责任 受到非本人 不是本人的原因 对吧 不是我 开车把你撞了 是你把我撞了呀 看 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或者是城市 轨道交通 或者是客运 轮渡 火车事故的伤害 主要是 不是本人原因 如果是本人主要原因 那不好意思 不应该认定为工商 非本人主要责任 那此时 就应当认定为工商 好 以及其他应当认定的 主要是六个 要看清楚 这些都是 与你的工作 直接原因导致 直接原因导致 应当认定为工商 那接下来看一下 视同 这些都是 间接 由于工作 原因导致的 来看一下 你依然也是在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 你说这个疾病 是工作给你 带来的吗 不是 对吧 如果是工作给你带来的 那叫做职业病啊 这个疾病呢 就是你这个人就有心脏病 对吧 你这个人心脏病 只不过呀 因为工作太累了 间接导致你心脏病发作 怎么了 死亡 对不对 好 那或者是呢 你发作了之后啊 当场没有死亡 而是把你送到医院 进行抢救 放心的是 48小时内 抢救无效 最终还是死亡吧 一定要看清楚 是48小时内 好 那要看清楚了 题目会进行挖坑 如果你超过48小时 抢救无效死亡的 你都不能认定为工伤 你想说的是医疗保险代理 只有是48小时 那考试当中 会给你挖坑 说72小时 抢救无效死亡 你超过48小时了 不得认定为工伤 得按照医疗保险代理 来进行享受 还有一种呢 心脏病发作了 送到医院抢救 活生生的又出来了 过了两三天又来上班了 你没有死亡啊 那此时也不能认定为工伤 干嘛享受医疗保险去 好 再来 在抢险救灾等 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当中 受到的伤害 那这个也是 视同为工伤 因为你不是在 你的工作场所 你不是在 你的工作时间 你是为了 抢险救灾啊 维护国家利益啊 受到伤害 那此时 视同工伤 第三个 简单看一下 考试考的不多 主要都是考的前两个 好 原来是在军队服役 因战因工 负伤至残 因为战争 因为啊 公国家的事情 你负伤至残了 你退役了吧 已经取得了革命 伤残军人证 退役 退役你要上班 到了用人单位 是旧伤复发 那旧伤复发 也是视同工伤 看清楚了啊 应当 视同 不认定 都要进行区分 考试考的相对来说 比较细 那接下来 劳动能力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 看清楚 职工发生工伤 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 如果存在残疾 影响你的劳动能力了 你应当进行 劳动能力鉴定 对吧 因为工伤非常的惨不忍睹 比如说在车间发生了工伤 咔嚼 一个胳膊没了 你会 你看看 是不是造成了残疾呀 影响了劳动力呀 那此时就应当 劳动能力的鉴定 对吧 好 那比如说在车间啊 砸了个 罪物砸下来了 钢机砸到你脑袋上了 那我应当认定工伤 但是通过治疗呀 没有影响太大的问题 没有给我造成残疾 那此时就不需要 劳动能力的鉴定 这块呢 就说的你太惨了 至你残疾了 影响劳动能力了 你要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 包括劳动能力障碍程度的鉴定 以及生活自理障碍的程度鉴定 那劳动能力鉴定啊 它分为十个方产等级 最重的是一级 最轻的是十级 那这个啊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会给你出判断题 别老觉得是十 是不是太严重啊 不是 十反而是最轻的 一级是最重的 那后面了解啊 生活自理障碍 分为三个等级 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 和生活部分不能自理 简单了解 最主要是十个方产等级 那接下来是工伤保险的待遇 工伤保险的待遇要看清楚 职工因工作也因受到事故伤害 或者是患职业病 这不是都是去进行干嘛呢 必须要进行工伤认定 你认定为工伤了 你才能享受工伤医疗保险的待遇 医疗待遇 如果你没有认定为工伤 你享受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好 那接下来享受的内容 由于你是发生了工伤啊 是不是要进行治疗啊 看 治疗工伤的医疗费 诊疗费 药费 住院费 都在我们享受保险待遇当中 那再来 住院期间你的伙食费 交通费 食宿费都算进去 还有你工伤 你要进行康复性医疗啊 那也算进去 最主要的是 停工留心期的福利待遇 停工留心期 是最愿意和我们 基本医疗保险当中那个医疗期 对比起来进行考验 所以两个必须要进行区分 那医疗期是啥呢 我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来给你发放 但是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80%给你支付工资 对吧 而且你的医疗期 相对来说比较长 最短三个月 最多24个月 而你的停工留心期的福利待遇呢 要看清楚 就是在工资上有很大的区别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停工留心期的待遇 那停工留心期一定是我们说 工作遭受了事故伤害 患职业病 你需要暂停工作 接收工伤医疗 你看我们那个医疗期 最大的特点是啥 患病非因工负伤 不是工伤 如果是工伤了 那你走的是我们说 停工留心期呀 在停工留心期内 你看 职工是员工资福利待遇 不便 医疗期呢 是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但是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80% 是不是差距就不一样了呀 那是由单位来进行支付 按月进行支付 一般呢 我们停工留心期 是不超过12个月 你的伤情严重 或者是情况特殊的 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 已经确认了 可以适当的延长 但最长不超过12个月 你把一般给记好 工伤职工 评定商产等级后 说明你这个工伤认定了之后 真的是留下残疾了 真的是影响到你的 这个工作能力了 劳动能力了 那此时要进行 停商产等级 一到十级 最重的是一级 最轻的是十级 那你已经 停商产等级了 你享受的是 商产等级的待遇 那就停止享受 停工留心期的待遇了 你按照规定 享受的是 商产等级待遇 那后续会说一下 商产等级的待遇 工伤职工 在停工留心期 期满后仍然需要治疗的 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继续享受这个工伤医疗待遇 那接下来 生活不能自理的 工伤职工 在停工留心期 你需要护理吧 那这个护理非 谁来承担呢 是用人单位 由你单位来进行负担 而不是走的是 工伤基金账户 那再来 工伤职工治疗 非因工 非因工伤 不是因为工作而导致的 叫做非因工负伤 非因工负伤 你只能享受我们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而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明白了吧 那不同情况下 工资待遇 我们要做个总结了 如果说是因为工作遭受到事故伤害 或者是患职业病 叫做工伤 那工伤叫做停工留心 那停工留心呢 是按照原工资福利待遇 来给你进行支付的 按月单位给你进行支付 那如果说是并价工资 这个并价工资呢 就是我们医疗期当中的并价工资 你是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但是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 好 再来 劳动者在适用期的工资呢 先按80%算 然后算完了之后和你最低工资标准来进行比 大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就按照80%发 如果没有大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那你只能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进行发 是这个道理吧 那什么和80%成呢 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工资来 没有约定的按照相同岗位最低党的工资 80%来 对吧 就是这么规定的 那再来一下是经济损失的赔偿 就是扣工资呗 对吧 扣工资最多不能扣超过多少 20% 那所以说就拿上到手工资来进行算 就是拿上你本月应该发的工资 乘以一减20% 算出来你到手工资 拿上到手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进行比 如果是大于最低工资标准了 你就按照20%过扣 如果是小于最低工资标准呢 不好意思 你不能扣完了之后给我发 而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进行发 那到底扣了多少钱呢 应发的钱减去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 就是你扣的金额 那再来是职工在年休假期间 你只享受正常的相同工资收入 代薪年休假嘛 好 那接下来是约定服务期 约定服务期啊是不影响按照正常工资调整机制 来提高你劳动者在服务期间的劳动保守 那这样呢 我们就把第八章 所有不同情况下 你的工资待遇就给大家全部总结完成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讲 讲的是我们说辅助器具的装配费 因为你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 影响到你工作了 说明你已经残疾了 对吧 那残疾了是不是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已经确证了 那你需要安装一些假肢 脚型器 假眼假牙等等一系列的 包括你的轮椅 辅助器具 那所需要的费用都是从我工商保险基金账户予以致付 好 接下来是丧残待遇 丧残待遇啊 是认定了工商 导致你受到了残疾 影响了你的劳动能力了 你要平定丧残等级一到十级 最重的是一级 最轻的是十级 那就可以享受我们丧残待遇了 那丧残待遇当中有哪些内容呢 可以有生活护理费 你平定了商残等级待遇之后 这个生活护理费啊 都是从我工商保险基金账户当中 按月给你进行支付 工商职工已经平定了商残等级待遇 并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进行确认需要生活护理费的 那此时工商保险基金账户给你进行支付 按月支付 再来是一次性商残补助金 就一次性给你商残补助金呢 一笔钱一次性进行结算 那职工因工制残 被鉴定为一级到十级的商残的 那从你工商基金 看清楚了 依然也是工商基金账户当中 按照商残等级支付一次性商残补助金 好 那除此之外啊 我们这个商残补助金 还要和一下这个商残津贴 一次性工商医疗补助金 要做个区别 要做个区别 那目前咱们不是有三个钱吗 看清楚了啊 咱们是有三个钱 哪三个钱呢 就是商残津贴 还有医疗补助金 还有就业补助金 三笔钱 未来都是从我们商残等级当中 可以进行享受的 那商残待遇当中就可以享受 那就说了 商残津贴 这个好说 对吧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进工作了呀 影响到你的劳动能力了 那人家给你进行商残津贴 那还有两笔钱呢 一个是一次性工商医疗补助 就是救命的钱 治病的钱 叫做医疗补助 还有呢 未来你的就业的钱 叫做一次性商残就业补助 三个钱先搞清楚 那接下来 就是你的商残等级不同 你享受的待遇也不同 来看一到四级 一到四级能解除劳动合同吗 不能 因为太严重了 你不能解除劳动合同 对吧 那换句话说 你的用人单位就得养着你 但养着你不需要掏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严重了 你领取的叫做商残津贴 那这笔钱呢 都是由工商保险基金账户 来进行负担的 好 那接下来是五到六级 你是较重啊 相对来说比较重 如果说你本人提出 那劳动合同可以进行解除 如果你本人没有提出 这个劳动合同是不能解除的 明白 好 那此时 如果你提出 是不是你这个人要走啊 那你人一走 你可以带走两笔钱 哪两笔钱呢 救病的钱 治病的钱 叫做医疗补助 还有呢 就业的钱 以及就业补助金 你可以带走两笔钱 只不过如果说是看病的钱 是工商基金账户来进负担的 如果是未来就业的钱 那是用人单位给你进行负担的 那接下来 如果我本人不能提出 你用人单位就得养着我 就得养着我 如果说能适当的安排工作 我给你发工资 那难以安排工作的呢 我给你支付丧残金贴 但是这个丧残金贴 是用人单位给你进行支付的 好 接下来 七到十级相对来说比较轻 相对来说比较轻啊 那就合同期满了 那劳动合同可以进行解除 或者是本人提出了 劳动合同可以解除 那剩下其他的情形 都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 那我们就来看了 那如果说啊 合同到期了 或者是本人提出了 你是不是要走啊 走的时候就可以带走两笔钱 就可以带走两笔钱 一笔是医疗补助金 一笔是就业补助金 医疗补助金 工商保险基金账户进行支付 就业补助金呢 用人单位进行负担 那剩下的情形 你都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啊 单位就得养着你 能正常工作的给你发工资 对吧 就得发工资了 好 这就是和大家进行归纳一下 这三笔钱 什么时候领 对吧 什么时候领 到底是哪个账户进行支付的 大家要看清楚 好 接下来是公王待遇 说的更惨了 对吧 公王待遇就是 因为工作的原因导致你死亡 就是越来越惨 职工因工死亡 或者是伤残职工在停工流行期内 因工 因为工伤导致最终你死亡了 那近亲署呢 依法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账户当中 领取丧葬补助金 供养家属 抚恤金 一次性公王补助金 可以领三笔钱 那一到四级 非常重 非常重的 那此时 伤残职工在停工流行期 死亡后的 那近亲署可以领取 丧葬补助金 抚恤金 是不能享受一次性公王补助的 看清楚了吗 你是在停工流行期死亡后 那停工流行期死亡后 你不叫做一次性公王补助 对吧 你不叫做一次性公王 那此时 你只能领取 三藏补助金 抚恤金 不能领取一次性公王补助金 那三藏补助金呢 一般是六个月的统筹地区 上年度职工平均的月平均工资 好 这是六个月 大家要记好了 他会考你六个月 那供养亲属 抚恤金呢 按照职工本人工资一定比例 发给因公死亡 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 没有劳动能力的亲属 主要是你没有劳动能力的这个亲属 对吧 那这个职工一死亡 你们全家里面就没有生活来源了 那此时 我给你近亲属抚恤金 好 接下来一次性公王补助金 这就是当场就会死亡的 公王补助 那公王补助金啊 金额是非常多的 为上一年度 看清楚了 是全国 而且是城镇居民 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的收入的20倍 6个月20倍必须要进行记号 考试当中就考试两项 好 接下来是工商职工有下跌情形之一 就给你停止享受工商保险待遇了 第一种是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的 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 拒不接受治疗的 那此时就停止享受工商保险待遇 好 我们工商保险就说完 来做做题 根据规定 参加工商保险的职工 因工死亡 你的近亲属可以按照一定比例 从你工商基金账户 领取一次性公王补助金 这一次性公王补助金呢 是上一年度 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应该选择递选项 好 再来 根据规定下列各项当中 应当为本单位全体职工 缴纳工商保险的有 任何单位都需要 甭管你是国有企业 还是民办非企业单位 还是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你都得给人家上工商保险 那ABCD次选项全选 好 再来 根据规定职工出现 伤亡的下列情形当中 应当认定工商 叫做应当认定工商 和你的工作原因是直接导致的 事同能选吗 不能 不认定能选吗 不能 来看 上下班途中 那上下班途中一定要看清楚是 本人负主要责任 还是非本人负主要责任 对吧 他说本人负主要责任 不好意思 不能选 一定是非本人负主要责任 好 再来 因本人故意犯罪 你是故意犯罪呀 活该自早 是不认定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 72小时后死亡 你连视同都打不到 对吧 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 是抢救48小时 经过48小时抢救 无效死亡的 你才视同工商 超过48小时 你都不算适同 你也走的是基本医疗保险 好 那再来 D 工作时间前 在工作场所内 你看 工作时间前 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 预备性工作 受到的事故伤害 是不是直接原因啊 直接原因 应当认定为工商 要选择D 好 再来 根据规定 职工出现下列伤亡当中 视同工商 那视同工商 来看A 在上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 交通事故 那叫做应当 你不能选 抢险救灾等 维护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当中 受到的伤害 选 视同 因工 外出 由于工作原因 那是应当 直接有关 应当 在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 死亡 那也是属于 视同工商 应该选择B 和D AC 是应当认定 好 我们工商保险 就和大家谈完 那接下来 看一下失业保险 那失业保险呢 来看一下 基本规定 失业保险费的缴纳 职工应当参加 失业保险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 按照国家规定 共同缴纳 失业保险费 单位要交 个人要交 具体缴费率 提供当中 会以以制条件 给定 那接下来 失业保险的待遇 和享受条件 那首先是 失业前 用人单位和本人 已经缴纳 失业保险费 满一年 说的是 你已经工作 满一年了吗 说的是 你在本单位 工作一年了吗 不是 说的是 用人单位 和你本人 都已经缴纳 满一年 好 再来 非因本人意愿 中断就业的 不是你本人的意愿 来进中断就业的 你就可以享受 失业保险待遇 再来 已经进行 失业登记了 并且有求职要求 你一定要进行登记 登记了之后 那才能享受 失业保险 没有登记 不能享受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是 失业登记 用人单位 应当及时 为失业人员 出具终止 解除劳动合同的 证明 一定要拿到 这个证明 那再来 并将 失业人员的 名单 自 终止 或者是 解除劳动关系 至日起 7日内 报 受理其 失业业务的 经办机构 进行备案 这套工作 谁来进行操作呢 这套工作 都是由 用人单位 来进行操作 首先 你用人单位 要及时的 给人家失业人员 出具相应的证明 然后呢 你用人单位 要将这个名单 要报给 失业保 就是我们说 失业保险业务的 经办机构 都是由 你用人单位 自己来进行操作的 那操作完之后啊 失业人员 就可以到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或者是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请领取 失业保险金 受理其 申请的机构 都应并办理 失业保险登记 和失业保险金 发放 你看 我受理一半 啊 受理了之后啊 我就给你进行 办理登记 并且给你发放 失业保险金 那失业人员 可凭 社会保障卡 或者你的身份证 来进行领取 失业金 可以不用提供 解除 或者是 终止劳动关系 失业登记 证明等材料 为什么呢 因为 人家用人单位 已经给你进行 提交了 已经备案了 你就不用 重复来进行交 好 那接下来是 失业保险金 领取期限 就是说你失业保险 想要领取 这个失业金啊 是有期限的 对吧 有期限的 你不能一直领嘛 领终身 肯定不行的 它有期限 那这个期限呢 后续会见到 最短是12个月 最长是24个月 那什么时候 开始算 对吧 12个月 18个月 24个月 什么时候开始 起算呢 从你办理 失业登记 当天就开始 进行计算了 好 接下来是 失业保险金 领取的期限 领取的期限 你到底能够 领多久 取决于 你缴费的期限啊 可不是取决于 你已经工作的年限 是取决于 用人单位和本人 累计缴费的年限 累计交了 大于等于 一年小于五年 对吧 这算一档 是一到五年 算一档 五到十年 算一档 十年以上 单独算一档 那可以领取 多长时间呢 看 一年五年 算本级 然后 一年六月 领旧纪 一年 一年不是十二个月吗 那说明 一到五年 你可以领十二个月 那六月 怎么进行理解呢 五到十年 在十二个月的基础上 一加六啊 十二加六等于十八 十八加六等于二十四啊 到五到十年 可以领十八个月 十年以上 可以领二十四个月 所以一年五年 算本级 一到五年 算一档 那一年六月 一年十二个月 六月是 以六来进行叠加 十二加六等于十八 十八加六等于二十四 来领旧纪 那提示一下 自2019年十二月起 延长大龄失业人员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 对领取失业保险期满 人为就业 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 不足一年的 那此时 这些都叫做 大龄失业人员 那你看 领取失业保险期 已经满了 对吧 你的十二个月 十八个月 二十四个月 已经满了 那距离法定退休年龄 还不足一年 那此时 可以继续给你发放 失业保险金 一直到多久呢 一直到你法定退休年龄 因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你可以领取退休金了 就不用再领取失业金了 好了吧 那接下来是失业金的 发放标准 失业金发放非常非常少 可以非常的少 你看清楚了 失业保险金的标准 是不得低于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就是那个低保钱 不得低于它 但一般也不高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呀 那具体的数额都是有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来进确定的 所以说 失业保险金啊 就是个救济钱 这个救济钱呢 就够吃馒头 就行了 你别吃什么大鱼大肉了 对不对 所以说是不得低于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好 再来 失业保险金的 待遇 就是领取失业保险金 多少钱呢 是不得低于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但一般也不高于 最低工资标准啊 也不高于它 这是我们说 先领钱 那接下来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能不能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呢 能享受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 要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你说 你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是不是得交费啊 看清楚 是要交费 这笔钱 需要你自己从口袋当中掏吗 不需要 因为给你的只是馒头钱 甚至你交的这个医疗保险都比那个馒头钱还要多 肯定不需要你自己掏 看 失业人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都是从你的失业保险基金账户当中进行支付 个人是不需要进行缴纳医疗保险费的 所以说就得出来个结论 失业期间呀 听好了啊 失业期间呀 而且你是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 领取期间呀 你是自己不需要交基本医疗保险 但是不用交钱 但是可以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 明白了吧 好 那接下来是领取失业保险金 死亡补助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 死亡的 参照当地对在职工 在职职工死亡的规定 向其以署发放一次性 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你看 三笔钱都见到了吧 丧葬补助金 这丧葬补助金啊 就是同一笔钱 只不过是从不同账户当中进行支付 可以从你的养老保险 可以从你的工商保险 也可以从你的失业保险当中 账户当中进行支付 但是你只能领取其中一项 不能三项都领 所需的资金 也是从你的失业保险基金账户当中 进行支付的 再来 职业介绍与职业培训的补贴 你不是失业了吗 失业别怕 对不对 我给你介绍工作 我给你参加一些职业培训 最终让你进行上班 上班你就领取工资了呀 你就不需要再领取失业保险 以及与失业有关的其他费用 这些都是我们说失业保险的待遇 好 那接下来还有个大型的考点 就是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基金期间 有下列情形之一 要停止领取失业保险基金 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那哪些呢 第一 我重新就业了 你看你重新就业 你都有工资 可以享受了 你再领取失业保险基金吗 不能领了 应征服兵役去了 你去当兵去了 国家养着你呀 你又不用领取失业保险基金了 一居到境外 OK你都去境外了 能国家再给你钱吗 不能给钱了 再来是 你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你领取的是养老金 那失业金自然就不给你发了 再来是 没有正当理由 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 或者是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 或者是提供的培训 你太懒了 人家给你介绍工作 你不要 我不想工作 人家给你介绍培训 你还不参加 那是不是泰兰呢 泰兰国家也不养你 还有背叛刑收监的 你看 背叛刑都收监了 蹲大狱去了 那此时 这种的也是停止享受失业保险 好 这六个要记好了 考试的时候会考你 来 我们失业保险就讲完 看看题 下列关于失业保险待遇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 是不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享受 只不过你自己不用去交钱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 我重新就业了 你重新就业 找到工作了 是不是给你发工资呀 那发工资就可以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 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正确 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是可以低于 可以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吗 不得低于它 但是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好 再来 失业时 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累积缴纳失业保险费 你才六个月了 才六个月 那能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吗 不能 你必须要满一年 那正确的答案只能选择 必选项 好 再来看多项选择题 甲公司职工高某 因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而失业 以至高某失业前 甲公司与高某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是满四年 满四年了吧 你就会享受领取失业保险金 那失业后 高某及时办理了失业登记 那下列关于高某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表述当中正确的有 A 高某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 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亦不享受医疗保险的待遇吗 享受 只不过你自己不用掏钱 这部分钱呢 是由失业保险基金账户给你进行支付 高某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标准 不得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没有问题 不得低于他 但是往往是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再来 高某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 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期开始缩案 那高某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最长期限为12个月 因为你才缴满4年 咱们不是一年五年算本级 对吧 一到五年算一档 五到十年算一档 十年以上算一档 然后一年六月领就纪 一年不是12个月吗 12再加6 就是五到十年你领取18 18加6等于24 十年以上领24个月 那所以说现在呢 它已经累积 累积缴了四年 你当然是在我们第一档 第一档最高享受12个月 正确 那所以说正确的答案只能选择 只能选择我们BCD 好了吧 好 那接下来再来看题 下列失业人员当中 因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 并同时停止享受 其他失业保险待遇的有 重新就业了 停止享受 移居到境外了 停止享受 已经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扶兵疫去了 都要进行停止享受 那答案应该选择ABCD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归纳一下 对于我们基本社会保险的征管机制 后面内容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最主要是我们前面 关于四个保险 你必须要把它把握清楚 内容不多 也不难 但是要求大家进行记忆的一些时间 非常的 非常的多 需要大家把它精准的进行记忆才行 那接下来最后一块知识点 首先是社会保险的登记 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 单位要先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 那企业在办理 登记注册时 同步要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企业以外的缴费单位 应当自成立支起30日内 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30日 自成立支起30日来进办理 好 接下来是 个人社会保险登记 那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起30日内 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你看 就是用人单位给你进办理 自愿参加社会保险 无故 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 没有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那是不是得自己进行交保险呀 那自己来进行交社会保险 就应当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看清楚 好 接下来是 社会保险费的缴纳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 是不得缓交免交的 像我们疫情期间 疫情就是属于不可抗力 那不可抗力的 其实国家是给了企业很多优惠的 对吧 你看2020年疫情期间 是不是免了你企业一年 你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的部分呀 个人没免 社会这个企业的部分都免了 那再来 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由用人单位来进行代扣代缴 对吧 就从你的工资当中代扣代缴了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 按约将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明细 要告知给你本人 到底你交了多少扣了多少 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发邮件告诉你本人的 再来 没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没有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 非全日从业人员 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这三种人员得自己来进行交 可以直接向社会保险征费机构 缴纳社会保险费 好 第四 从2019年1月1日起 将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工商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 都是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现在就是税务部门来进行征收 你看你以前呢 以前很多单位就会钻空子 为什么钻空子呢 因为你缴纳的工资薪金 是可以据实来进行扣除的 在交税的时候据实扣吧 那他就会虚增一些人员 虚增了人员 但是这些人员根本不在我们单位呀 而你虚报工资 虚报工资 你作为费用就全部给他扣了 那现在呢 税务部门非常的聪明 你不是要作为你虚增你的员工 来进行增加他的工资薪金吗 来进行扣吗 好 我给你来一手 不单单让你签订劳动合同 你得给人家交社保 那你得给人家交社保啊 那这样企业是不是钻不了空子了呀 好 接下来第四 第三就是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 分别建账 分账核算 什么叫做分别建账 分账核算呢 就是你现在不是有四个闲种吗 对吧 你有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商保险呢 那分别来进建账 分账进行核算 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来进行核算 好 社会保险基金 钻款钻用 真的是钻款钻用啊 对吧 养老保险就用于养老保险的 医疗保险就用于医疗保险的 都是钻款钻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 是不得 轻赞 或者是挪用的 好 我们这块知识点 就全部和大家讲完 那第八章 所有的知识点 就全部讲完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道题 下列关于社会保险费 争缴的表述当中 让你选择正确的有 A 已在佣人单位 参加社会保险的 非全职从业人员 你已经在佣人单位 参加了社会保险了 你还可以直接向 社会保险 保险费的征收机构 来进缴纳 社会保险费吗 不需要了吧 不需要 那再来 职工 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都是由 用人单位 代扣代缴 没有问题 再来看C 用人单位 应当自 用工至其 30日 要为你的职工 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办理 社保登基 没有问题 用人单位 应当自 按月 应当按月 将你缴纳的 社会保险费的明细 要告知给 你劳动者 本人 证券 那这道题只能选择BCD 好的 我们第八章就全部给大家讲解完成 第八章完成之后啊 就预示着我们整个基础班已经结束 那非常感谢各位考生 从头坚持 从我们前沿一直坚持到第八章 因为你们的坚持 因为你们的努力 你真的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你回首去看看 你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 是不是遇到过很多很多的难点 很多很多的困难的知识呀 你们是怎么进行解决的 你们是不是一边咬牙 一边又想放弃 但是坚持下来进行学习呀 没有问题 这段过程是非常非常美妙的 那你熬了多少个夜 你推掉了多少个聚会 这些都是值得的 一切所有的努力 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相信各位考生在今后 你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因为你们足够的努力 足够的坚持 那我们基础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习题班再见 那为了和大家一直在进行联系啊 你们可以关注下新浪微博 冬奥顺兵 有什么疑问 随时找我 我给你们进行解答 辛苦了